大家好 想要懒花快速抽出花剑 开出花苞 开出花朵 首先第一步想到的就是撕肥 一旦出现切肥 你想要它抽剑 开花朵 打开花苞的话是比较的难的 那么撕什么肥好呢 如果想要促进花剑的快速抽出的话 咱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吸磷甲肥了 因为磷甲肥它是可以促进根系的生长 增加这个叶片的光合作用 促进这个花剑快速的抽出的 一般的使用的都是这种磷酸亜金甲 这种磷甲肥它是一种醋花 醋芽肥 还有可以增加叶片的光合作用的 咱们也可以按照里面的配比说明 浇灌使用也是可以的 我一般我制律盘大家看一下已经开出这些花苞花朵了 我使用的就是这种高纯度的磷甲肥 大概就是两颗兑上1500毫升的清水 给它浇灌加喷洒的 7-10天喷洒一次就可以了 直到它冒出花剑之后就可以给它顶级使用了 咱们另外给它补另外一种肥 比如说一些有支颗粒肥是可以的 大概一个月使用一次 让它有充足的养分供给到这些根系上 特别是一些新根吸收了之后 它才有足够的养分供给到这些花苞花朵上 还有增加这个叶片的油力度的 所以养护兰花肥不可切 一旦切肥了 它会自然出现个伪念不生长的情况的 特别是进入冬天一定要给它补充肥料 让它很好的夜冬就可以了 好了 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去了 希望这个小方法能够帮助到 喜欢养养花的花友们 好了 下期再见